開始 我們就準備鹽血 鹽血來說我們有一個 Green Top 份量起碼要0.15或者以上 之後我們就會 拿這個灰色的吸管 然後把這個位置插進去 確保固定固定 之後我們就會開了這個碟 這個會有兩個色 綠色就是exotic動物 包括雀仔、爬蟲類、冷血類動物 紫色就是溫血動物 即是貓、狗、兔子 拿出來之後 這些有barcode 千萬不要碰它 這裡會有一個小洞 我們把碟平放 在這個位置輕輕抽開 把這個位置按 按下去 於是血輕輕倒住 吸 沒有溫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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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在這個位置放進洞裡 輕輕放進去 1、2、3、4、5 剛剛好應該會碰到這條線 在這裡 好 然後 我們就把它平放 按Analyze OK 這樣就會開了 於是我們把碟平放在這裡 平放 然後我們按Close OK 接著我們就要選它品種 它品種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看圖表 圖表 這個動物來說是African Grey African Grey 就是Species 10 OK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選擇10 Species10 10 按下去 OK 那Patreon ID我們也可以看看 它的號碟 在這裡 它的號碟就是 882801 好 那 kita進去 882802 801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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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YES AKA YES YES YES